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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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等了一个月这么showing也就各位说 然后基本上都很难碰到一个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想公寓楼 其实你想一栋楼也不止你这一家出租嘛 你可能一般都有和三五个人 他有对比的 虽然也有说两房的一房的 但是人家如果说在附近 这个公寓楼通常就建的比较密嘛 旁边几栋楼也都不想比较下来 那如果正好有一个 同一栋楼的高层和一个低层的话 那个人如果高层的价格也不会高特别多 你还是会愿意多五十一百的 同样户型的话 他还是愿意去租这样的房子 所以说你就等到说别人挑剩下了 就是说别人为什么有多点钱 他不愿意多花五十块 你要想要住客的心态嘛 那他为什么不愿意就是多花点钱 然后他长期住在这里嘛 也不会多多多太多嘛 还可以讲讲家 还还讲如果那高层的公寓楼 正好也是那个在当地也是想要招租的 那他会可能也撒家 那你就根本就扛不住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招租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view方面会差很多 而且低层建筑通常 我那个是在四楼 其实十楼以下七八楼以下 都算是这个低层建筑 低层建筑会对用户的观感很不好 就是通常会有噪音 低层而且人就是view也不好嘛 基本上都是被遮挡view 然后呢就是街景都很不舒服 然后所以说能进去 通常就是不是很喜欢 反正就是会造成 就是遭受一个很大的困扰 因为你长期来说 你要不是短线炒房 你要长期的话 你要是经常碰到这种问题 一年要费好多钱 那是 那你更大的问题是 碰到在买房 在买卖的时候 你要把你要低买的话 你确实能够便宜一点点 比正常便宜点 但你卖出来的时候 你还看那个涨幅的话也是差 就是同样的成长性也差 比如说如果在一个差的市场的话 那都不好卖的话 你就更难卖是吧 在一个好一点的市场 就比如说在2022年大家都带出去了 或者19年 都带出去的时候 公寓市场可能活了的时候 都带上来的时候 那它肯定是涨到最后的 就是你在买新房的时候 买新的公寓的时候 一层楼之间可能就差一千块钱 或者是两三千块钱 差每一层 就是说可能比你高市场楼的人 比你贵一两万 可能就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在卖的时候 在年份好的时候 它可能会比你卖的不止贵一两万 可能能堆五六万这样子 而且相当好卖 比如公寓的就是看view 和看这个楼层 可能照应啊 环境啊 影响是很大 因为一栋楼一出来 这个盘子有几百户的嘛 难免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会有挺多人在挂牌的 我以前从来没对公寓有过关注 所以现在才刚开始看公寓 想不到公寓还有这么多门道 所以还得多向你学习 多向你请教 那公寓就是说还要挑这个location 在低层建筑 如果是location比较好的地方 也不会差的特别多 但还是如果能够有好的 如果有好的这个户型 我还是挑好的 相对好的户型 只有说有个人说我买的时候 反正是招租 觉得如果说高层能租2500 低层也能租2450 但是高层和低层之间差 买的时候就可能成本就差了几万块 就感觉低层建筑更加值得就是性价比更高 但实际上来说招租的难度 是差挺多的 然后因为招租的难度 那么也会导致就是在挑选租客和租客维护 平常就换手 次数 成本 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所以说不仅仅是一个 就是一个看他觉得猪差不多的价格 卖的时候 好的年份 有的时候你也感觉 价格不会差特别多 但是实际上 就是猪和买两个方面 低层建筑都是 如果有选择的话 尽量还是选择高层的 好 这是非常好的建议和非常好的看房子的方向 那你现在看低层建筑 你是因为低层便宜的 还是因为只有低层的可以选 暂时来说还是因为低层比较便宜 50万出头的 上次不是看了一个是五楼的 看了一个三楼的 还有看了一个九楼的是 后来发觉是紧靠外边的高架桥高速路 也很吵 然后那个三十 有一个三十楼的 三十层的 三十楼的那个 我那时候不是去看了吗 看了过几天就卖掉了 其实十楼就是 我说七八层十楼以下都算是低层 因为这种东西都会有折胆 以后你不用看现在没有房子 以后他在新建一栋楼给你胆子死死的 但是我买这个四楼就是特别低的感觉 就不是三楼的运动 就是活动房四楼 就是第一个开始可以住 我就感觉我的经历就感觉到这个低层的建筑 反正也不知道运气不好吧 还是就感觉这个房子总是很难租 然后呢有很多问题 然后呢就感觉没有其他的 就是如果说是高层建筑的话 有没有比较好的话 人家还是招筑还有相对顺利的 那反正就是我感觉就是 第二个肯定还是有可负担能力吧 就是说你我钱特别多的话 我们就买两房的是不是 就不买一房的 因为我这个一房的公寓 而且还没有车位 也是有很多limitation 但是房价就比较合适 但是也是五十几万 买的所以说 负担能力还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这有扣其维护来 所以说我们讲便宜买便宜卖 你要是有能力的话 还是要去买 挑一个稍微好一点的 嗯对的 但是没有能力的话 你就你就买一个 在负担能力之内的吧 我觉得在大学盘面 可能大家也不是很挑 我觉得downtown有的是 有的地方 如果在core downtown的话 可能也不会特别挑 因为那房子都超级贵 你如果是一个六十万的 和一个五十万的 你还是选一个五十万的低层吧 如果差的特别多 那还是值得 还是可以挑 嗯是 这是非常好的 考虑方向和考虑 嗯但是如果你这个价格 一房的这个价格 和一加一的差不多 不是就是如果好的一房 都快赶上一加一的 那可能实验性 就是还是要要看到 你如果你空间够大 然后maintance都不是很高 然后呢你那个一房的 又那么贵 是吧VIO好也没用 VIO再好也是一房嘛 一加一如果你有个电的话 你还可以当两房 或者怎么样 还是空间还是很 也是很大一个因素 但是你就是这样的 啊一房 然后你又是空间也不好 VIO也不好 然后又没车位 就是特别难住 又没有这种用户群 层面就比较 面对用户就比较狭窄了 嗯 这就我一点感受吧 反正这就没有办法 只要熬了 所以现在工艺市场 你你卖肯定是亏的 肯定是要长期持有了 到时候过过两年再看看 反正我觉得如果能不要买 尽量不要买这种特别便宜的 好谢谢 也要记得建议和看法 嗯 好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 嗯 然后对这个地产工艺方面有 有话题有感兴趣的小伙伴们也欢迎 那点赞转发评论 然后支持我们频道 加入我们Discord频道 然后我们下期见 再见 拜拜